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这节国际及国内议题的大白话来宾 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 郭振良两个 大平安 前地位李盛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 浅秋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因为两岸遇传翻覆事件 一直没有办法获得良性的解决卡关了 那现在人大代表团里头 有福建省一二把手 在金门渔业案怎么回应呢 媒体提问 他们是拒绝回答 看看现场画面 对于媒体的提问 当然是笑而不答 现场说会提问的 当然也就是台湾的媒体 在全大会的现场 参加完代表团审查的 审议的会议之后 走出来被提问 通通都不回答 但是学者怎么看 金门事件 有觉得很严峻的 例如刚刚到大陆回来的教授 但是在张伍岳教授 淡大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主任张伍岳来看 他认为他 北京看起来 以最近的表现来讲 是无意升高冲突的 他说金门事件 虽然引起对岸网友 强烈的不满 但是大陆的官媒 很少琢磨 而且今下的官民之间 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 显然北京官方 无意借此升高两岸局势 甚至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 董立文他也分析认为 大陆国防部也从来没有 对此事发表意见 军舰也没有在金马海域施压 应该无意升高成军事冲突 真的吗 那么大陆当然民间讨论 非常的激烈 而且情绪激昂 那胡锡进就不一样了 环球时报的前总编军 他就很激动 他说大陆在夏津海岸 到现在整个海峡 有强大的指法行动力 民党当局惶惶不可 中日就将要面对这个情况了 因为不知道 未来在哪个时间点 在哪一处海域 会发生什么事 那么所以胡锡进称的 三无帆船案 给民党施加很大的压力 中国网友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声音 就是说他们觉得很难 例如他讲中国网友吐槽 说最狠的话 还遭到最狠的打脸 老胡相信在人民不信了 上市说要弄 裴洛西后来也没声音了等等 这是什么 代表官方的态度 对民间来讲 有很多更鹰派的声音 希望更激烈的处理 但目前相对 在中央还有官方的处理上 是相对冷处理在降温吗 那全代会之后会有变化吗 当然不可以小看 例如国防部来讲 邱国阵压力就非常的大 他在达巡里头就公开的讲 以往认定对方开炮 才会有第一级这件事情 第一级的认定 在立法院达巡就强调 现在规则已经改变了 改变了什么呢 他说这第一要件 所谓的第一级 是只要实体逾越了规矩 第一级就当作我们的反击 也就是说 不一定是要开炮 开枪这种要件 可能是逾越了中线吗 逾越了海岸线吗 或某些行为吗 就会变成当作第一级 就要反制了吗 那这样的插枪走火 会不会风险越来越高 以至于他自己还说 两岸军事现况 一直很紧张 他个人很紧张 睡不好 那么国军十天之内 发生了五起自残 自残的自伤案子 那当然也是跟压力有关系 但各种压力都有 但却会真的强调 这些案件代表的是 跟部队没有关系 不会说跟部队没关系 但是有些人压力大 抗压性比较弱 不会怪他们 那当然是勤务数量上 一定比较多 比较繁重 或心理压力上比较大 是必然的 例如我们来看看 在东部的海域路见里面 海风大队台东街头待命 看看现场画面 这个画面上所看到的 就是海军的海风大队 他出动的指挥车 直接出现在街头 这个街头里头出现了有 指挥车 飞弹车 雷达车 翼影军 卡车 还有被帆布盖住的 好像是雄风反舰飞弹 停在台东市区 是代表什么 24小时要监控 共军的动向吗 对于接下来连部长都说 第一级的定义改变之后 万一有任何状况的时候 是不是就更有所谓的反制 或监控的能力 大家就会担心 也在观察 至于绿营的测意 把国军当成什么的时候 在达巡有一段对话里头 冯士宽接受达巡的时候 吴辛黛说 冯士宽说对岸也是中国人 不要找这样的滑头滑脑人当官 这个是他的吴辛黛的发文 但是沈柏扬咨询的时候 就说我们很多将领 退役了之后就到中国去 会被渗透 所以他在达巡要求 不少案例被渗透了 违反国安法 要求把退休凤 通通给收回来 停止他们 那冯士宽回应是什么 我自己是把这些个案当成 不会把他们当成萧小 他们不可能 因为只不过去了个对岸 大陆就会撼动国军 也不可能去煽动老百姓做红统 他要求委员反而过去说 你这些事情不用看得太严重 是这样嘛 那当然外国盟友 例如说前些人 之前王定宇委员就说 我们要要求美日 一起来跟我们协防 但现在事实上是怎么样呢 北京不认海峡中心 这些立场已经很清楚的 不断地用这些行动来表现 那么不具名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 我们敦促北京停止从军事 外交经济上对台湾施压 要跟台湾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然后呢 当然有一艘船船舰经过了台海 然后呢 还有然后吗 那前国日本的官房长官是说 哎呀 什么日本有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不要这样想 那基本上他认为 不希望轻易做出 日本介入台海冲突 这种假设 是不会出兵协防 理论上 这种国家自己有事情的情况之下 必须要期待自己不介入人在日本的选项 就是必须要期待自己的国家来保卫 而不是要其他的国家来协防你 邱文森对于这个说法 他回应说 面对战争 本来就不要期待其他国家来协防 自己国家自己救 他说这点绝不会改变 亮哥 当然 中国大陆的两个人大代表会议 引起人大的关注 从习近平的谈话 李强谈话 到最新的几个发展 怎么看这个事件的发展 我觉得在两会期间 大陆也有自己要讨论的议题 所以他们也不想 让金门这个案子 把它转移了焦点 金门这个事件 我认为民进党是精算过的 精算的吗 精算就是说 这个是惊吓海域的事件 事实上邱代山 他在立法院赖世保质询的时候 他就公开讲 他说这个不是领海问题 所以扯不到台海中线 所以你也不用问我 美国会不会介入的问题 这个完全就是禁限制海域 双方的争议 他就直接这样讲 所以我认为邱代山的观点 就是民进党的观点 就是会有冲突 可是冲突是发生在惊吓海域 大陆肯定会有一些动作 比如说海警船过来 或者渔船过来 可是你说会有外溢到澎湖 外溢到台湾 他们认为不会 他们认为不会 不然不可能赌这么大 因为对民进党来讲 事实上你让对方来参与验尸有什么关系 让对方来参与验船 这有什么关系 当年广大兴我们台湾的法医 也去参加菲律宾的验尸 这个有爱到你的管辖权吗 没有 所以我认为他是故意的 无限上纲了吗 不 故意就是说要引发政治的紧张 因为我跟你讲 故意有什么好处 好处多了 真的吗 我跟你讲 因为民进党除了抗中保台之外 没有别的 没有擅长的 这个是他最擅长的 而且 因为在清德的520演说 无论如何不会过 那你现在聚焦到我的520 那这个时候如果引起了 这个两岸的紧张的态势让你看到 你就会知道说 你强逼我520要让步 是说不过去的 而且他也可以用这样来倒逼国民党 比如说国民党本来可能会针对 某些法案要做检讨 我随便举例 比如说反渗透法 反渗透法有很多明确不明确的条款 你要不要修得更明确一点 不然赖世保的装脚就不堪其扰 那如果在这种氛围下 你敢修反渗透法吗 或者说有些人认为 中天被审朝的过程有问题 要帮中天方案 那在这种氛围下你敢方案吗 然后蔡英文政权有一大堆问题千疮百孔 那在这样的一个两岸紧张的态势下 很多议题看起来就比没有那么重要 转移话题的良方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针对民众党 因为民众党抢了赖清德这么多年清票 让民进党耿耿于怀 那民众党的票 百分之三分之二是来自民进党 那他们就认为 如果当统独要摊牌的时候 你民众党这些选民要不要归队 拿回话语权 拿回选民 因为对赖清德来讲他百分之四十 如果能够从民众党那边拿到十% 他不就过半了 所以赖清德才在中常会上面讲说 民进党立委表现还是太保守了 要尽量讲 尽量论述是这个概念 我跟你讲 民进党除了抗中保台这个议题之外 没有一个议题是擅长的 每一个议题一定都被盯得满头包 那这个议题因为在台湾 你去看泽伦斯基 泽伦斯基在战争发生之前 民调是35 战争爆发之后变成90 所以这种议题如果起来 赖清德的民调一定破50 所以我基本上就认为他是算过的 铺排好的剧本520来做表现 委员怎么看 这个就是计算 害得自己轻轻的生命 这就是民进党 他不错 就是这样 对 不错他在岛内他在台湾 他这样子的操作 基本上他不会损失他的选票 他还会逐渐逐渐不断的增加他的阵营 就民进党来看他是会有收获的 但就台湾来看代价是很高的 对 这个才是问题之首在 范园自在民进党的心目中 只有党 只有个人 只有权力 台湾去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只要我还在的一天 吃香喝辣是我 所以将来 那将来什么时候再说 你再来看 他们两个手法就出现 第一个今天不断的放出消息 所以两岸这个事情已经怎么样子 低调了 已经盪了 假如真的这样想 那就天下大笨蛋 我还是要把这句话重复的时候 这是中途岛战略 一开始的时候的引言 前面写得很清楚 他说历史的災难 往往是偶然和一连串的错误所造成 你不觉得偶然已经发生了 错误正在一连串的怎么样子 跌加 不断不断跌加 那你觉得不讲话 我告诉你 不讲话比讲话还恐怖 两边要落毒的时候 最怕的是那个家好不讲话 他再跟你 那你放心 他还不会出什么事 他那什么不讲话就 你说吧 你说吧 他在等你收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做什么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最后一个我想请教一件事情 自从金门事件发生 到现在为止 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我请问 有什么现象 有什么理由 有什么情况 让大陆要低调 两位 你告诉我 两位是一个过程 或是一个战略 整个的情势 没有什么理由 要他这个事情他就放弃了 没事了 这下就过了 不可能 会过吗 不可能 不会过 觉得过不了的 不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包括 什么叫董立文的这些 这根本是立金的谁者 他长期以来 他都立场宴 他家客说 没事了 没事了 没事情 共心不敢 他们没有本事 他们家一楼筐的问题 是啊 讲一楼筐的问题 那我们就不讲历史了 这最简单的讲法 1950年 凭什么打韩战 凭什么打 什么算 左算 右算 上算 下算 最后结论 你就是不敢 最后呢 所以不要用这样的角度去计算 这样我们会负债代言苦 再过来 我也想请民进党自己 你们认为这样子 这可以赢吗 像沈柏洋这种人越多 像什么吴叉叉这种人越多 那种越多你是某一种程度 你是在扣大你的基础 但你也某一种程度 正把这一个台湾 再推向一个灾难的陷阱 你不觉得 什么叫做纳粹主义 这个不就是标准的纳粹主义吗 纳粹主义 是啊 非我族类其心必毅 只有照我的想法 才是唯一的正确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通通都 都是非国民的 你不要指我 我就是红统 所以这麻烦比较大 这么老 都是非国民 不是国民叫非国民 非国民是日暨时代 日本人对台湾人的征服 只有皇民化的才叫国民 其他的 只是我的统治者 叫做非国民 所以他们正在干这种事情 这事情到底会有多严重 邱国正他的担心 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他都说说不好叫 各种部署对军方来讲 就是最不可控的 这也是邱国正担心 看得出来他知道事情很严重 我认为这个事情有三个原因 他绝对不可能就这样子 风淡云青的 首先第一个 你不要忘了 你扣着人家的大体都没还 人家家属已经客气了 没有披麻袋笑 没有哭天喊地 这个已经很克制了 如果是台湾人的话 那不得了 当场就撒名子了 第二点的话 这个群情激愤的 不用我说的 大家不要光看胡锡进讲什么 也要看看金灿荣 那一些的话 平常比较理智的人讲什么 他们讲的观念只有说是 对台湾的这种让利政策 尊重关爱造福 是有问题的 要检讨的 这里面 然后第三点的话 请大家看一下 就是昨天大陆的海警船 已经到了台湾东部 进入了24海里 这个很明显跟以前都不一样 以前是尊重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 基本上的话 就没有什么 中线不中线问题 大陆把台湾 对菲律宾什么 通通就处理的方式都一样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 东部战区发的 那个回家的图里面 当中讲的 金夏地区 不是大陆的重点 大陆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从2022年 培洛西开始的那个包围战术 里面图讲得非常清楚 另外还有一点的话 大陆非常明白 民进党玩的是阴谋 后来变成阳谋 整个格调拉高以后 大陆觉得这里头有陷阱 为了要注意这个 不要掉入这个陷阱当中的话 重点不在金门 也不在马祖 因为这个绞索政策 这个长达70多年的绞索政策 从古今头战役开到现在 还蛮成功的 所以大家要了解大陆 本身在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掉入了陷阱当中 但是在台湾要感觉到 从2022年的8月2号 培洛西串访台湾以来的整个政策 都是非常稳健的在进行 所以大家要看整个历史 要看最近 对比一下这个王沪宁主持的 对台工作会议里面的措辞 都很不一样 那么这个在台湾本身出现的一个现象 就是沈婆一样讲这种话 说两句话 我替邱国正教区 什么人愿意读军校 难道大家不明白吗 做这种牺牲 现在被这样子的羞辱 拿到退休金 你不知道谁去大陆了吗 你把名单公布 每一次出去的时候 都有刷护照刷卡 你本身都知道得非常清楚 你做这个样子 你不要制造种族隔离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在这边的话呢 辛辛苦苦长大到现在 难道说是对台湾的贡献不够吗 那你要怎么样呢 我说句良笑 我常常在开玩笑啊 那你还逼着我们主动牌位烧掉了 然后祖坟都刨掉了 没有用的啊 你基本上的话 玩这种种族主义的游戏 有什么用呢 还什么滑头滑脑 开什么玩笑啊 我觉得邱国正一方面 这边刚好两个题目 一个是忧国忧民 另外一个被人怀疑 你还不辞职啊 邱国正你要准备干什么 就受到这种侮辱啊 你都能够容忍吗 沈柏洋都是东西 你自己应该带着枪上战场啊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保家卫国的退伍军 都被当成肖小一样 在怀疑跟单行